今次浸泡鸡 很多人来说 怎样浸泡白鸡 肯定是煲汤 首先骨头洗干净 或骨头洗干净 煮煮清水 加些猪骨 因为猪骨令到水有味 而香港的鸡 因为是鸡鸡 鸡味是淡的 如果要买清水 鸡就没有了 鸡味 我们首先买回来 这里有两个肺 炆了肺 如果有肺 会浸泡 血水不熟 接下来有锁喉骨 锁喉骨 刮穿 这里有个洞 如果不刮穿 汤的水会进不去 鸡就变成了 这边熟 这边熟 就不能均匀了 首先扔下去 扔下去 鸡皮 为什么鸡皮这么漂亮呢 因为绿炒了之后 它不会爆炸 不会爆裂 如是者 几次呢 三次 浸浸 浸浸 为什么会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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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因为鸡的水入了浓 如果不烤焦 水入不了浓 它就不会響 如是者 现在我们浸浸 开火烤 首先呢 我们将鸡的胸口 扔到最底 因为底的火比较猛 上面的火比较猛 好 水滚 烫 烫到最慢的火 如果你不烫到烫 鸡就不会熟 而是者 浸多少次呢 浸20分钟 为什么鸡这么滑呢 因为用慢火浸 现在是最滑的 我现在浸了20分钟之后呢 我们将鸡翻翻它 让它浸到这边了 浸到这边 让鸡肉均匀 把鸡进去 还没够熟 现在鸡只有6成左右 接着 我就盖着它 因为10分钟煲 差不多了 接着呢 如果没有勾 用筷子夹着有勾 把鸡肉均匀 在鸡肉均匀 把鸡肉均匀 把鸡肉均匀 很强调的 因为本来呢 如果我这样浸鸡肉 一来鸡肉 就不会去到点味 因为汤有味 鸡有味 鸡有味 两样都有味 这样呢 我们跟着后来浸完之后呢 就放点盐 鸡肉均匀 因为鸡肉均匀 所以我们把鸡肉均匀 放在鸡肉均匀 把鸡肉均匀 放在鸡肉均匀 就可以了 把鸡肉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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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均匀 鸡肉均匀 如果你对鸡肉均匀 有兴趣的 欢迎你们订阅 如果你们想煮的 想做的 欢迎你们留言 我会提供意见 和大家研究一下 多谢